我们现在正在排练的是 大型爱国主义皮影戏《京中暴国》 将在11月5号在郑州大学院首演 这个剧是我们跟国家级的飞行项目 陈胜利老师合作的 它是作曲 其他的配音包括从剧本的创作 到道具 到最后合成 全是我们演员自己完成的 在爷爷的耳濡目染下 李赛自然地接过了 玉东李氏皮影的传承重任 2015年他与师兄弟合作 创立了现在的精灵梦皮影艺术团 传统的剧目就是有唱腔 咿咿咿咿的唱 大家都听不太懂 我就想着能不能用一些 网上搞笑的段子 小品 这种就是用皮影的形式去展现 我觉得会受大家的欢迎的 这个现在你看44万的点赞 然后1099的这个播放量 然后这好多的评论 这个皮影戏笑半天 然后都是就让我再催更 好多就是 做创新的一些东西 肯定就是受到了一些非议 就是说我瞎胡弄 肯定这样不行 大家看来是特别不严肃的事情 但是后来呢 就是随着我们的知名度的提高 还有一些受众面也多了 然后观众也多了 慢慢的大家也都认可 这样的一个事了 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能认识 我觉得就可以 从带皮影走上勃勃会的会场 到把语文 课文 金色的鱼钩 搬上皮影的舞台 再到皮影文创玩具的研发 这一次次的迈上新台阶 都得益于 理赛和伙伴们不断创新的脚步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李氏皮影不仅成为了非遗项目 还走进了校园 平影艺术呢 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就是 我不想让它在我这一边实传 我想让它在我手里边 能够走得越来越远